一百八十五集 是,又怎么样呢? 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五爷毫无顾忌地承认了。 人都得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既然你敢动我的女人,那你就得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林宇淡淡说道, 小伙,年轻人,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五爷越说越激动,面色泛红,眼中满是狠利, 用力地拿手指指自己脚下。 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还由不得别人来撒野。 他话音一落,周围的手下立马拔枪对准林宇, 但是与此同时,椅子上的林宇竟然突然间不见了。 紧接着,屋子里发出了几声骨头折断的脆响, 那几个拿枪的手下,手里的枪已然不见, 而且手臂也整个被折断。 在他们看清自己下弯成九十度的断臂之后, 巨大的疼痛便随之传来, 屋子里面立马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五爷吓得一个机灵啊, 他慌忙四下寻找林宇身影, 一扭头发现他竟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 跪在地上的孙天宇吓得浑身发抖, 他压根儿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几人的手竟然就这么断了? 他满脸惊恐地望着林宇, 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里。 这,这他妈的是人吗? 一旁的吏震声也大为震惊啊, 随后面色大喜, 先生真乃隐士高人啊, 竟然拥有如此拙绝的身手, 恐怕连我也不是对手啊。 他不知道的是, 别说他自己了, 就算整个巅峰的暗刺大队一起上, 也都会被林宇轻松灭团的。 虎爷, 我现在有资格和你谈代价了吗? 林宇把手里的枪往桌上一拍, 随后推到了他的面前。 五爷吓得脸都白了, 他终于知道林宇为什么敢一个人到这儿来, 还当真是一高人胆大呀。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 盘算着如何打电话, 把附近的手下都叫过来。 我劝你还是打消那个念头吧, 你叫再多的人也没有用的。 我要是想杀你的话, 他们还没有进门, 我就已经把您切决了。 如果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林宇看穿了他的想法, 冲他淡然笑道, 一脸人畜无害。 五爷咬了咬牙, 额头上斗大的汗珠滴落下来, 强装镇定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过了, 人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 你差点就伤了我的女人, 便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要你一条腿, 不过分吧? 林宇笑眯眯地看着桌上的枪, 示意她自己往腿上开一枪。 不过分?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老婆这会儿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要我一条腿? 五爷一把攥住拳头, 心里颤抖不已。 这个人也太过心狠手辣了吧, 自己这个混黑出身的人, 在他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大善人呐。 可分吗? 那这样吧, 再加上一条胳膊, 这回不过分了吧? 嗯? 林宇依旧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给人温暖和亲和。 你要是下不了手的话, 我可以帮你。 五爷脸色煞白, 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威胁意味, 看了一眼自己一众断手哀嚎的手下, 身子如筛糠一般地颤抖起来, 嘴唇哆嗦地和触电一样, 从未有过的恐惧感, 瞬间将他包围。 林宇温和的笑容在他眼里, 简直就像恶魔的笑容一般, 惊悚万分啊。 一声都踩在别人头上的五爷, 这一次也有被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得罪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自己就好比是人家脚下的一只蚂蚁, 人家稍微动动脚, 便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呀。 怎么说他也是尖刀上舔过血的人, 自然知道止损这个道理, 所以他迟疑了片刻, 咬着牙用力地点点头, 从胸腔之中沉闷地吐出了一个好字, 话音已落, 他一把摸起枪二话没说, 对着孙天宇身上就是两枪, 一声淒厉的哀嚎突然响起, 孙天宇捂着裤裆倒在了血泊里, 身子颤抖不已。 五爷这两枪一枪打在他的膝盖上, 另外一枪恰好打在他的小腹上, 子弹贯穿而下, 将他的命根子彻底地毁了。 何家荣, 你能成大事啊? 五爷满脸悲怆地望着林宇, 眼中泛着不甘的泪花, 随后他一咬牙砰的一枪, 打在自己的左臂上, 随后再一次砰的一枪, 打在自己的大腿上。 他身子一个亮枪, 摔坐在地上, 但是他始终咬着牙, 坑都没坑一声, 惨白的脸上已满是冷汗。 林宇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异眼, 没想到五爷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竟然还有这般过人的意志力, 也难怪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五爷, 您是条汉子, 您这两枪打得让我佩服, 或许有一天, 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说完, 林宇从随身携带的小针袋里面, 掏出几根银针, 在五爷腿上和胳膊上伤处扎了几针, 帮他止血。 接着他没再耽搁, 带着栗震生快速地撤出了上流汇。 先生,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你放心, 我绝对能够料理干净, 保证警察找不到您身上。 回去的路上, 栗震生有些不解地说道, 毕竟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栗大哥, 像五爷这种人, 如果无缘无故地消失的话, 产生的影响力太大了, 可能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再说, 我跟他之间的仇恨 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林宇很认真地解释道, 他可不是栗震生大军这种 杀人如麻的铁血机器, 在他眼里生命是宝贵的, 是需要去珍惜的, 毕竟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 那您就不害怕他报复你吗? 栗震生担忧说道, 栗大哥, 你看他还敢报复我吗? 林宇转过头来笑眯眯地说道, 栗震生一愣, 想起了林宇刚才绝世的身手, 立马仰头大笑, 颇有些自嘲。 是啊, 见识过先生恐怖的能力, 只有活腻歪的人, 才会继续找他作对呢。 没过几天, 便是腊疤结了。 这天江炎特地早早地下了班, 在家里面熬粥, 包饺子, 让林宇把秦秀兰和栗震生, 还有佳佳一起叫过来。 除了李肃秦去超市买菜还没回来, 其他人都在, 因为有孩子家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不少。 将近人满脸欢心地斗着佳佳, 眼中满是宠溺。 佳容, 炎儿, 我可得说你们两句啊, 你看你爸, 让孩子馋的, 你们生孩子的事儿, 可得抓紧提上日程啊。 秦秀兰笑眯眯地说道, 这件事已经快成她的心病了, 她这辈子能不能抱上孙子, 只能看佳容的了。 诶诶, 秀兰, 你好好地说说他们啊, 真应该说说他们, 你看他们俩那吊儿郎道的样子, 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你是不知道, 这事儿把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急坏了。 将近人一边帮佳佳拨着棒棒糖, 一边和秦秀兰说道。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